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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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就花200块钱 对 所以说你现在一直养成这个 咱小金库的这个习惯是不是 对啊 好 看第二个片 我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 那时候是在上学的时候暗恋的 这她一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一直顶着看 直到看不见她为止 但是我一直没有鼓起勇气跟她表白 最终半年之后她跟别人走了 现在快结婚了 我找对象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第一点是必须孝顺 第二点是能与我共同奋斗 能吃苦 最好是能找个大眼睛的 因为我眼睛就挺大 我这大眼睛送眼皮 多好看 就连我看全程热练节目的时候 我都会把女孩的照片放大 仔细瞅瞅 看谁眼睛大 看谁跟我有夫妻相 可是我相动一个走一个 相动一个走一个 给我长得现在老上火了 现在在台上的女嘉宾 我认为4号小甜甜的眼睛比较好看 15号海燕姐 我看短片的时候 这还给我一顿埋的呀 你说我大眼睛算一瓶 这时候不给你讲 我真是大眼睛算一瓶 干啥玩意我一笑都有皱纹了 有褶的 你上个院来好好看看 你看我这一笑没有皱纹 那个摄像师给我拉个特写来 你看我这眼睛没有皱纹 你看看 多大呀 多有神哪 再说了 你还是大眼睛算一瓶 你还是大眼睛算一瓶 我看你一笑那褶子比谁都多 闻得落你脸上都不用个手拍 你一笑咔 你褶子都夹死他 你看燕子姐 啊 燕子姐 咋的 你帮帮我吧 不行了 我有什么啊小甜 你咋个手发 有啊 你去哪儿呢 我都说你真大小伙的都没说上媳妇 你说你真不会说话能说上媳妇吗 你说我现在灯还没灭给你留的 我心里有听听你 接着帮你让你牵手成功 就你这样子的 给这个人埋得我 我跟你说 今儿你不再成功的 就你将来的媳妇 不再大眼睛算一瓶的 肯定是小眼睛大眼睛 小眼巴急的 不细手都不知道睁眼闭眼 等会等会 这张王 我也得补充两句 小伙儿确实是 我其实不怎么会说话 按常理来说 在这个舞台上埋她叶儿姐 被叶儿姐欺负的 我都肯定得帮着说两句 但你这个我就没帮 我知道为什么吗 你短片里边说 以前喜欢哪个走哪个 以前喜欢哪个走哪个 你是真不够意思 我在这站一年多了 你也没说喜欢喜欢我 给我整走了 关键是 你为什么就喜欢一个走一个呢 也就是换句话来说 就是你相中的 都是别人媳妇吧 关键是我报名的时候 他还没走呢 你都喜欢 都喜欢过谁我听不听 三号老胖 十二号曹田田 还有 短片里有七号花是吗 对 还有那个可心 所以总结下来吧 就是你要相中谁 包括电视机前观众也是 相中谁抓紧下手 你别像他是 在人家面前瞅那么长时间 最后跟人家结婚了 就赶紧下手 好姑娘本来就不多 稍纵就及时 我就先也面了啊 你这小伙儿那个小伙儿说 相中一个走一个啊 不跟你说小伙儿 就是你刚才你不是说话 你这夸了就是话 我给你留灯留 最后我是啥呢 就是出个对象要黄了 再拿你将来结婚就生儿子 黄了他跟我出完对象黄了 他就生儿子 你说你要跟我俩出两天 黄了将来你再结婚指定生儿子 还不是结婚 我喊样啊 人家跟你黄了 生儿子生姑娘好像不关你事了 不是我这是标的金吗 为啥跟我出完黄就能生儿子呢 他们生他们的儿子 你生你的姑娘 他们你们之间不发生任何关系 是我也在想 我再找下一个我也生儿子 你好本了 小伙儿其实你是最不应该灭我灯的 你知道吗 因为咱俩有相同的经历 你是相中一个走一个 相中一个走一个 我的经历就是 我处过一个对象结婚一个 处一个对象结婚一个 凡是跟我处的对象都结婚了 然后他们都称之为年度最佳前女友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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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